当耶稣被搅到比拉多手中的时候 犹大发现自己做错了 他找到祭司长 找到长老 他的话记录在第四节 他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而长老和祭司长的反应却说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担吧 然后经文就转到了比拉多对于耶稣的审问 无奈比拉多审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 他就只好找一个办法 他让民众来选 是选巴拉巴还是选耶稣呢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民众选择了跟他没有关系的巴拉巴 要放掉巴拉巴 他们要杀死耶稣 而无奈当中 比拉多对百姓说的话 记录在二十四节 流着一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承担吧 其实这是人从亚当以来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要走过的必经之路 就是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选择 我们所说的话 而付上代价 我们要承担我们所做的后果 直到耶稣基督走上了十字架 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路 这条路不再是我承担我所做的 我承担我所说的 而是基督替我承担 而我们呢 当我们接受耶稣以后 我们承担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耶稣为我们成全的 而这就是福音 愿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理解 基督并他定时下的奥秘 也愿我们相信接受并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